載重多少? 20公升 20公升大概20公斤的樣子 對 一甲地80到100公升的水差不多 差不多 那等於我這個20公升的 我只要4到5桶 4到5桶我就可以做一甲地 藥的部分其實它會水少 所以它是比較濃縮 水少可是比較濃縮 那在無人機的精準用藥 用藥上面 它的平均可以省2到3層的藥 做過實驗了 因為它是精準的用藥 在你的填塊上面 完全自動起航 待會噴完後也會做自動板 藥的民 今天你在搞什麼飛機 對 我們今天希望透過今天這個 無人機 紙寶機的一個焦慮活動 讓我們瑞稅的農民朋友 能夠更了解 紙寶機能夠幫我們 在做文旦產業的一個種植過程裡面 能夠幫我們拿些忙 所以今天真的是在搞飛機 的確的確 我們現場可以看到這個 現在的無人機的技術已經非常的進步 包括所謂的一個定期航線的一個所謂的巡航 還有包括我們正式可以針對整個文旦樹的一個樹形去做偵測 它針對偵測好之後 再針對單顆果樹去做旋轉的一種均勻的噴灑 能夠讓我們對於農藥或者是肥料的一個噴灑效率 還有包括省食省工 還有包括省錢 甚至對於我們農民朋友的健康更有幫助 謝謝 我是佐拉 感謝收看歡迎訂閱